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發財,大家好!星星,有什麼事催呀? 現在是過年,煎蘿蔔糕食呀,之前做了私房蘿蔔糕 和大家分享煎蘿蔔糕,蘿蔔糕不炒,不要炒,炒了就浪費了 煎香就很好食,不要切得太薄,大約一隻手指鬆些 煎蘿蔔糕,給大家看看圓炒,好靚呀 這些有蘿蔔味有糕味 煎蘿蔔糕,第一步是燒熱直鑊 先下適量油,最大件那件放在中間 慢慢放,那些瑤柱爆得很厲害 絕對有炮粥一升除舊碎的感覺,有點新年氣氛 放下去,收慢火,不要動,慢慢煎一分鐘,給點心機耐性,煎蘿蔔糕也要 各位網友或者海外網友過年有沒有發新年材 我自己過年都是放三日假,都是回去我家人那些地方周圍大連 約煎一分鐘左右,動下去,動到,轉一轉位,旁邊那些 煎糕也要慢慢用耐性時間煎,特別是這類型,我自己做蘿蔔糕 那些蘿蔔糕,我貼近外面做糕的方式去做 又不是像媽媽做的蘿蔔糕,七斤蘿蔔,一斤粉那類的,不同的 我們主動有蘿蔔味和糕的滑度,這個蘿蔔糕比較淡口 為什麼呢,因為我們吃的時候還會加醬油或者加辣醬 煎了兩分鐘左右,哇厲害,現在就慢慢反了去 現在煎的同時已經聞到很香的蘿蔔糕味和瑤薯味都很香 正如我之前做蘿蔔糕時所說,自己家家戶戶都有一套做蘿蔔糕的方法 當然我們在外面中菜做蘿蔔糕都有好幾款的方式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,大家有沒有吃到一個叫做蒸蘿蔔糕 蒸蘿蔔糕,蒸蘿蔔糕的方法有少許不同,用燉麵的份量和粟粉水的份量都有少許不同 以前有些懷舊粥譜還有做蒸蘿蔔糕一件件,比較削身些 我自己都幾喜歡吃蘿蔔糕,拌些醬油進去吃 每邊煎了3-4分鐘後,磨落按下去有少許軟身,不是有些香味 現在就可以起了 煎起蘿蔔糕,是否很香厚 煎自己親手做的蘿蔔糕,特別有一番意義 煎這個蘿蔔糕,分享到此為止 祝大家新年快樂,明天開工,事事順利,讀書的,學業進步,家庭子庫的,日日有食神 恭喜發財,多謝大家收看